中横公路追路隧道东口附近 12号的清晨5点左右 上边坡突然崩落了大小石块 造成了双向道路阻断 巡路人员获知之后 也进行了管制交通的措施 避免人车继续的进入灾害路段 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 太鲁阁公务段也展开了抢修的动作 一直到12号上午10点多 才抢修完成了这个路段 中横公路最近经常有道路落实的灾害发生 尤其在寒流持续影响下 昨夜的间歇降雨 使得中横公路台八线 174.92公里处清晨5点多 追路隧道东口附近上边坡突然崩落大小石块 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表示 经超巡人员发现后通报并管制交通 避免人车继续进入灾害路段 太鲁阁公务段立即动员抢修 所幸无人员伤亡 但造成了部分路基损坏 后续仍持续管制交通抢修附件 在台八线174.9K坠路隧道附近 在早上5点多有发生大量的巨石瘫弱 造成双向的阻断 公务段立即请厂商来清理 主要发现有路基缺口大概有10米长度 还有一个宽度大概有3.8米 目前这个缺口会比较危险 那已经初步抢通 在9点的时候已经初步抢通 那后续这个行经那个路段 灾害路段麻烦庸人要特别小心 后续仍持续管制交通抢修附件后 已经在上午的10点半抢通恢复了通行 记者林杰 秀林湘采访报道 好 好 稍等